破坏损害传承古迹文物 是危害人类历史、文明知识和历史古老遗迹的罪行 偷窃古迹文物的抢劫者和搜刮文化古物的急功近利者 目标都是向历史古迹文化宝藏着手 他们的不良行动对于传统文化古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鉴于以上因素和要争取时间抢救保护文物 保育珍贵文物训练团队的专家们 连同具备精进科技知识的佛教寺庙僧众和工作坊的人员 钻研创造了数码存库程式 记录、储存各自寺庙里的文物宝藏资料 他们利用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 记录文物的资料、影像和录影 由于偷盗者和古董搜刮者在寺庙和博物馆进行偷窃抢劫的事件 不断地增加 而且已达到警觉性和戏剧性的境界 所以珍贵文物拥有权的证明档案是非常重要 风险评估和减低意外发生的训练 帮助每一个参与训练的学员 在学习后能够使用所学的技巧 去评估寺庙珍贵文物的风险 和在意外发生前做出保护行动的计划 三众使用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 访问和记录社区里老一辈的人士 将他们所讲述的珍贵文物故事资料存档 这些文物故事的数码记录档案 可以确保寺庙珍贵文物历史资料 得以保存和流传后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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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